黑山80 这可能是我这个月遇到的最大的老板呢 快相当于两张月卡了 这个遇到大老板就是有点紧张 因为你翻车了 是很丢人的 好 来个穿云剑 我们尽量穿两个防空好吧 穿 好 非常好 让他一个穿云剑 让老板一个穿云剑 反向一个润土 让润土去摸鸟炮 然后这个蛮王 直接去摸一个防空 再摸一个防空 这样三个防空就带走了 对 还剩最后一个防空 然后直接9点3点钟 永远倾球一字滑 让他过大本 这一块要冰一下 毒药塔 原兵有猎手 让我们给一个毒药 往前走 要开金身的狂 哎 完蛋 这个勇王跟不上 哎呦 我去 爆本拿我去 哥哥哥 哎 坏了 有一几个气球白给了呀 啊 这打个老板 还能翻车的吗 好吧 我承认我的操作是有点水呀 这这这 我自己也没看懂啊 在打什么 啊 剩余气球数量不是很多 但是还有一个大气球 大气球裂了呀 这个头石炮咋办呢 头石炮要操什么 哪别呀 我这黑山八十啊 这是 不能翻车呀 哥 既然动手了对吧 就不能翻车啊 好气球过去 打在头石炮 哦呦 这个勇王还有一丝血啊 哎 好像也还行 对吧 虽然咱没技术 还是那句话 虽然我没什么技术 但这个兵种强度够的呀 对吧 容错率更高 哎 没办法 那还是能够轻松三星 实在不好意思 纸笔画青年老板 呃 这老板其实前几天来过我直播间 但是 你来就来吧 你也不刷点礼物 对不对 哎 那那那不能怪我不能怪我啊 虽然这把过程有点艰难 但最终还是凭借 容颜气球的强度 拿下这个三星啊 有惊无险 还好还好 开个玩笑哈 我也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 来看一下这个 纸笔画青年 一万年三百三十四 不是八千杯 是一万杯国服第二名 我那个烧钢